《环球网》报道记者崔天也进来,因为是南海言论,引发巨大争议的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看起来拒绝改口。 他19日在下议院,再次声称要派军舰进南海。 这一言论曾遭诸多反对。 11日,威廉姆森曾宣布,要把伊丽莎版女王号航母,部署到南海。 几个小时后,中方便通知英方。 中方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的会谈被取消。 此后,威廉姆森派遣航母的这一决定,受到多方指责。 英国天空新闻网持9日消息。 当日,保守党议员比尔·格兰特在下议院询问威廉姆森, 皇家海军是否将继续在中国南海自由航行。 威廉姆森再次对派军舰进入南海,予以肯定回答。 还拿出航行自由的说法,来为自己辩护。 并表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是同样。 威廉姆森为自己辩护。 图片来自天空新闻网,威廉姆森的言论,没有为他赢得支持。 英方的反对声音更高。 英国前陆军司令戴纳特17日就曾表示, 我们都知道威廉姆森很有野心, 但我们的国防开支并不够。 戴纳特称,如果哈蒙德访华之行被取消, 那将成为一个糟糕的外交举动。 我认为威廉姆森错了。 英国前财政大臣奥斯本,此前也抱怨这一行为, 是老掉牙的炮剑外交,和其他英国政府官员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因为目前英国的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 在到处表示,希望与中国发展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 资料图,英国前财政大臣奥斯本。 金融时报17日报道说, 一名英内阁官员批评,威廉姆森就是个孩子, 称英国军费开支,必须马上削减。 在议会,上院议员彭定康, 称威廉姆森缺乏政治家的成熟, 强调对华策略, 应当非常小心地注重平衡。 更重要的是英国要亮丽而行。 担任英国议会下院,跨党派中国事务小组主席的格莱姆也表示, 英国需要与中国紧密合作。 此外,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日前在英国保守党议会中国小组早餐会上表示, 近来,在中英双方,努力推动两国关系重归正轨的时刻, 又有人在渲染中国威胁, 鼓吹派英国军舰到南海去炫耀武力。 这些动向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冷战思维, 我们深知, 背负历史包袱, 干扰威胁他人, 并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 资料图,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新华社德黑兰, 1月13日电,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阿里阿克巴尔萨利西13日在接, 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 伊朗在核技术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已开始准备生产20%风度的新型核燃料。 萨利西说, 一些早期工作已在进行, 伊朗已处在生产这种核燃料的门槛上, 不过, 他没有透露, 这是何种核燃料。 萨利西表示, 位于德黑兰的一座实验用核反应堆, 仍在使用老式核燃料。 新型核燃料, 将有助于提高其工作效率。 他说, 伊朗科学家在核技术领域, 取得了巨大成就, 包括已能够自主研发新型核燃料, 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逆向工程研究。 萨利西还表示, 目前, 伊朗有能力自主设计和反应堆。 2015年7月, 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根据协议, 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包括停止高峰度浓缩油活动, 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制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8年5月, 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美方随后逐步重启因协议而暂停的对伊制裁。 伊朗目前仍留在协议内。 原标题, 第七十七集团军运用改革开放成就坚定官兵被战打仗信心改革大课堂强军新动力。 近日, 第七十七集团军党委常委和机关干部, 副驻地某高科技集团参观建学, 在一个个大国重气前, 百余明将下军官频频驻足, 深刻感悟改革开放以来国防军工科技创新取得的伟大成就, 开拓眼界, 增强备战打仗的底气。 该集团军领导介绍说, 集团军驻地附近军民融合高科技产业员员级, 建政了四十年来, 国防工业高新技术从无到有, 军事工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 高精尖武器装备, 从追赶世界到引领世界的巨大变化。 在改革成就宣传教育中, 他们因地质以保克堂设在装备生产线, 科研院所, 引导官兵弘扬改革精神, 积极投身改革强军伟大事业, 走出去看变化, 坐下来谈成就。 去年年底, 在某情物理组织的感悟新成就, 劳进新使命, 奋进新时代活动中, 多次参与砥砺奋进的五年, 大型成就展,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九十周年主题展览解说的军事馆解说员江欣奇, 走上讲台为身边战友唱谈军队发展, 分享体会收获, 某合成旅结合辉煌旅史, 邀请数百名战斗英雄, 部队老兵, 重大任务亲历者登台授课, 为官兵讲述装备更新换代, 体制编制调整, 以防进驻高原的故事, 不断坚定官兵拥护支持改革的信心, 置身改革大课堂, 激发强军心动力, 新年一史, 该集团军针对高原, 戈壁, 平原等不同地区的训练同步展开, 空中, 陆地, 电磁空间训练全域拓展, 二十余项比武级训拉开序幕, 掀起新年度练兵被战热潮, 金涛, 彭晓明, 原标题, 健全军地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合法权益, 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出台, 为规范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近日, 军委后勤保障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 制定出台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 对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纳入地方管理体系的人员范围, 缴存技术, 缴存比例, 缴存时间, 以及利息计算和待用管理等, 做出明确规定, 根据国务院, 中央军委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以及国家和军队, 有关政策规定, 军队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主要内容为, 关于人员范围,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文职人员, 包括新招路聘用的文职人员和那边的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 关于缴存技术与比例, 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约缴存技术, 包括岗位工资, 级别工资, 工零工资, 工作性津贴, 生活性补贴, 军队服务津贴和奖励工资等七项内容, 月缴存技术限额, 不得高于国家统一规定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三倍, 高于三倍的一律按照三倍执行, 月缴存比例, 单位和个人分别按军队统一规定的12%执行, 实现缴存技术和缴存比例, 实行全军统一标准, 关于缴存时间, 用人单位应当于发放文职人员工资, 支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将单位缴存和代扣个人的住房公积金, 统一会缴到地方管理机构的住房公积金专户, 根据国家关于新职工从参加工作第二个月起,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规定, 新招录聘用的文职人员, 从批准招录聘用的第二个月起, 缴存住房公积金, 关于公积金计息, 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自存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 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 并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此外, 政策还对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 纳入地方管理后的停职缴存, 提取使用、贷款规定等, 做出明确规定。 军委后勤保障部财务局负责人表示, 军对文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的出台, 对于搞好军地政策衔接, 健全军地并行机制, 届时维护文职人员合法权益, 提供了制度保障。 孙兴为、胡适武、著、 本文不代表BBC观点, 2019年初的美国, 联邦政府继续关门, 财政赤字持续攀升, 股市动荡不安, 贸易战严重伤害快国公司和美国农业, 国防部长和国防部幕僚长先后辞职, 以抗议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兵。 与此同时,